众所周知,备受球迷关注的杭州亚运会即将开始,国拼已经公布了具体的参赛名单,让球迷们感到遗憾的是,刚刚拿到亚锦赛女单冠军的王曼玉居然无缘参加杭州亚运会的女单比赛,确实让人感到意外。 虽然说国拼是按照及时的世界排名进行选拔,但是世界排名也是浮动的,随时都可能发生新变化,因此很多球迷还是认为不让王曼玉参加亚运会女单比赛有些不太公平,大家也是纷纷为王曼玉感到遗憾。 不过近期视频连正式官宣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比赛,那就是WTT球星挑战赛即将在中国兰州举行。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比赛中,王曼玉和钱天一重获女单资格,将会再次冲击女单冠军,也可以弥补不能参加亚运会女单比赛的遗憾。 面对国拼的选拔规则,不管是王曼玉还是钱天一,要想获得更多的参赛机会, 就必须快速提升自己的世界排名,特别是对于女单的比赛,一般都是需要提升到世界前两名的成绩。 因此,王曼玉要想在国际大赛中作文女单资格的话,还需要把世界排名提升到第二名。 而钱天一要想在女单方面有所突破,就必须提升到世界前五的排名。 另外,钱天一也可以尝试在女双和混双方面有所突破,也许这也是进入主力阵容不错的选择。 大家认为呢? 总之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国拼是一只优秀的大集体,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加倍努力,付出更多的汗水。 大家认为呢? 我命由几步犹天,王曼玉这一年多来,打破了条条框框的限制,确实赢得了球迷的认可,开创了一个不被定义的时代。 之前由于成绩低迷,不光是被球迷所看衰,亚锦赛竟然连团体赛八禁四的比赛都无人参加,半决赛跟决赛直接成为看客。 要说他没有被重点针对,估计所有球迷都不相信。 王曼玉其实受到的限制最多,特别是在今年五月份时拼赛开赛前,国拼突然颁布了奥运会选拔规则。 根据奥运会选拔规则,选手的世界排名不能作为参加奥运会的依据,要知道当时王曼玉的排名可是第二位,不是第五位。 王曼玉从去年更换主管教练之后,就陷入了长时间的状态起伏。 最近一段时间,在亚锦赛连胜国拼三大主力,终于宣布状态回来了。 可是亚运会球迷担心王曼玉的主管教练徐辉无法跟着来参赛,这样一来,王曼玉又要独自训练和备战了。 这也正是球迷最担心的事情,王曼玉只要状态稳定,那场外干扰因素就越来越多。 自从更换了主管教练之后,徐辉很少在国际比赛能做王曼玉的场外指导, 而孙颖莎的场外指导都是他自己的主管教练。 之前很多球迷猜测是王曼玉不选自己的主管教练做场外指导,实际上这些球迷指的是世拼赛的情况。 其实这根本不存在选手自己选场外指导的问题。 作为主教练的马林肯定要做主力选手的场外指导,这也是主教练在国际大赛上的职责。 要不然在团体赛颁奖的时候,为什么是主教练马林去领奖,而不是其他主管教练去领奖呢? 很多球迷都纠结在场外指导的问题上,主教练在国际赛场做场外指导,主要是指挥的外战比赛。 一旦两个队友之间的比赛,就不需要场外指导了。 王曼玉能够在亚锦赛联克三大国拼主力选手,就在于双方都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同一协会场外教练回避,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王曼玉追赶上了对方的教练资源。 王曼玉当然都是拖到决胜局险胜,但很明显获胜把握性更大。 王曼玉这次亚运会的比赛,只要有主管教练负责备战,还是会保持全胜战绩。 球迷担心的是没有主管教练负责训练,这样一来,王曼玉就得不到系统性的训练,甚至体能都有可能出现问题。 其实,现在主力选手,包括非主力选手都有主管教练,但是不可能每一次比赛,所有的教练都能够保障到位。 今年的时拼赛,陈兴桐的主管教练就没有随对参赛,所以陈兴桐能够打进女单四强特别不容易。 幸亏陈兴桐发挥非常稳定,由于这个选手长期处于主力跟非主力的界定边缘,也适应了独自训练备战的现状,陈兴桐的例子就很明显。 有些国际比赛选手能够参赛,但是主管教练却不能够随对参赛。 至于不能参赛的原因,相信球迷都知道,但是不管这些选手受到怎样的限制,有一点无法改变,那就是无法限制选手的崛起。 王曼玉低迷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技术先进,在亚锦赛还是崛起了。 王曼玉只要不受到太多场外因素的干扰,成绩只会越来越好。 王曼玉没有一直低迷下去,这来源于整体的竞争实力强悍。 选手的综合水平是很难被压制的,因为这是由选手的底蕴所决定的。 王曼玉虽然会出现起伏,但依然没有调出主力阵容。 而且,王曼玉经常会带给球迷真正的惊讶。 以前很多球迷说,王曼玉的反手拧拉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犀利了,在相持球对攻当中都打不透陈兴桐。 在5月份的时拼赛确实如此,但是那都是暂时的。 亚锦赛王曼玉没有对战陈兴桐。 很多球迷说,如果他对战陈兴桐,就不会夺冠。 以亚锦赛王曼玉展现出来的状态来看,不管是对战哪个国拼主力选手,王曼玉都会取胜。 因为他的状态实在是太出色了,状态出色再加上技术先进,怎么可能不赢球呢? 王曼玉其实不是自身存在太多问题,主要就是老是被限制,只要他一出成绩,就会遭遇各种阻碍。 之前王曼玉跟主管教练肖战的合作非常好,但是师徒之间突然就分开了。 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王曼玉的比赛状态,再加上又长期缺少体能教练,使得王曼玉出现了伤病。 经过接近一年的时间调整,终于在9月初的亚锦赛将状态找了回来,球迷希望王曼玉接下来不要被针对了。 亚运会的比赛,王曼玉只参加团体赛,还有双打比赛,现在暂时排名世界第三,就看教练组能否安排他参加亚运会的半决赛跟决赛了。 他真正的挑战是10月份的蓝州球星挑战赛,还有接下来的亚洲杯赛事。 如果这些赛事主管教练不跟着参赛,估计会影响王曼玉的比赛成绩。 陈梦和孙颖莎的教练资源目前来看都比王曼玉稳定,王曼玉面对接下来的挑战,还是要做好独自应战的准备。 万一主管教练没有跟着去参加国际比赛,王曼玉就要独自解决赛场至上的训练和备战问题了。 不过球迷不用担心,就算他再次陷入低迷也总会崛起的,因为他的实力一直都在。